首批由内地来港交流一年的医护 在星期一底港 将会在医管局核下七个联网的医院工作 可以对医管局带来什么帮助呢 他们经过严格选拔 懂得讲广东话和英文 但两地医疗体系不同 在适应方面将会遇到什么困难呢 欢迎收看时事多面看 为说换医管局人手压力 医管局招募了83个广东省医护人员来香港工作 当中有部分人在去年疫情期间 曾经来香港参与医护工作 熟悉香港的环境 多了一批生力军协助 香港的医护界有什么看法呢 引入内地医护人员 是否长远治标兼治本的方法呢 医管局推出大湾区医疗人才交流计划 来自广东省大概70多名的医护人员 在星期一抵港 加上早前已经来香港的医护 共有70位护士 10名的内地医生 和三位中医专家 留香港交流大概一年 医管局主席范雄宁和行政总裁高拔升 到西九龙站迎接 范雄宁表示 这批医护人员全部由广东省委建委选 护士平均有8年年支 部分更加有超过20年经验 团队有部分人曾经在第五波疫情来香港协助抗疫 其实内地人才很多 定格选选后来香港这一批 都是中文也可以英文也可以 广东话一定没问题 而且他们有些麻醉科的专才 根本都不需要和病人沟通 这批医护在这个星期将会正式参与临床工作 医管局说当中有70位护士 会被平均分配到医管局7个联网的老人科病房工作 而医生就会在九龙中、九龙西和新界西联网交流 熟悉环境之后都可以进入手术房执刀 他们本身的底部都是一些老人科 所以他们都有一定的经验和知识 我们都希望我们多些互动 和病人的安全都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在制度上都希望他们会和我们做的工作 是我们香港拍照的那位护士都会看着他 我们明白他们需要时间去学习 但是我们比如说临床上的术语是怎样做的 我们的工作环境是怎样流程的 整个计划涉及300位护士分三批来香港 第二批100人预计在年底来到 届时可能安排到急诊室工作 罗坤辉做了16年医生 他在深圳一间三甲医院担任空肺科医生 在去年刚刚宣布计划的时候 他曾经表示很有兴趣 因为香港的工资和福利都相当吸引 不过今次来香港的医生之中 就未见他在名单里面 他说今次的计划在内地没有太多推广 所以错过了今次的机会 未来如果再有第二批的申请 而内地当局也有更多名额 公开给广东省的医生的话 他会再考虑 更加重要的是参与医护人员的职业前景去向 他考虑到一旦离开了现在的工作职位之后 将来要回到深圳 可能要重新开始 对规划个人未来的发展 全有疑虑 除了内地医护人员有疑虑 香港的医生都有担忧 医管局表明 来香港的医护都可以说流利的广东话 和程度不错的英文 不过有曾经与内地医生接触的香港医生 就认为他们始终由内地来香港 都需要时间适应香港文化 在文化上都要适应 因为我们说的英文和英国说的英文是不同的 那些药物都会有点不同的 所以一定是外地医生来香港的话 一定要多方面包容和卖买去帮他们辅导 希望我们可以融合到社会 或者可以服务到市民 今次计划来香港的十位医生 都是来自内地三甲医院的 副主任医师和主治医师 蛇答明对他们的医术有信心 不过两地医疗体制和文化不同 都是一个问题 可以接受到病人的投诉文化 或者有理的投诉 或者无理的投诉 所以很多方面 要重新适应香港的制度 大致整个香港医疗系统 少至一指病历 两地都有所区别 不过立法会议员林哲元认为 医生的适应问题不会太大 反而护士就需要更快熟悉工作环境 熟悉了工作环境 接着就已经开始全程工作了 之后可能也有十一个月的时间 可以全速工作 其实也是挺好的 护士方面 其实他们要学的 和熟悉的可能还比医生多的 因为程序上 其实每一种护理的程序 每个地方有些不同 他也要熟悉香港的方式 护士和病人之间的沟通 也可能会密些 关怀的成分会多些 所以他要了解香港 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 待人接物的方式 根据医管局去年 在立法会提供的数据 全息医生和护士的 离职率都按年上升 林哲元认为 引入内地医生 有助舒缓公立医院的医护离职潮 如果十个人你走了两个 剩下八个人工作更加辛苦 他更加想尽快 如果不能够加人的时候 我就走了 变成这个惡性循环 我们要破掉它才行 所以如果很不够人 那部门现在是欠两个 或者三个 不加足三个 你加一两个也好 那时候人手好一点 剩下那几个 可能没有那么大意愿走 所以这个是重要的 就是堵塞了恶性循环的意欲 政府在前年的立法会说 预计香港在2030年 将会欠缺1610名医生 去到2040年 欠缺的人数更加大幅增加到1949名 林哲元认为 医管局未来应该同步 在内地和香港发掘更多医疗人才 我觉得在将来来说 整个大湾区 都是我们叫做一小时的生活圈 可能那处的人员交流 会是频繁一点 也可以说 从大湾区那处去找医医人员来工作 其实可能会变成一个常态 就变成我们可以找人的基础 就会达起了 找人也希望会容易一点 但是始终回回头 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就是我们自己培训的 一定是最重要的 拼任自己毕业的医医人员 也是原则 和玩流人手 事事多面看 今集时间够了 再见 各位我是彭建华 地产建设商会 再次促请政府切勒 认为会阻碍本港经济复苏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年日 在香港考察和商界会面 但不包括地产建设商会 商会执委会主席梁志堅相信 中央一向关注业界诉求 又希望政府聆听业界意见 着手重振本港经济 不是说有不了一个暴提 是需要的 但是肯定来说 很多场合 我相信都反映到 我们地产方面的意见 他们知道的了 即不是中央 中央有人来 我们也不是直接 要跟中央去谈的 主要都是 因为我们都是属于香港的 经济方面的事情 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搞得好 最重要就是搞定全香港的经济 经济好地产自然会好 商会多次表态 期望政府撤销楼市辣椒 梁志堅也重申 辣椒是阻碍本港经济复苏的 一个重要原因 强调地产市场 需要靠经济复苏扶持 不能独善其身 说得难听些 阻止地球转的 为了这件事 一见到我们 都是我们 口头都含了两句 但怎样都好 都是要看 在夜的看法 他就整天惊着说 一切了辣 市道就含含声来 但在今时今日 我看不到市会 会含含声上 接纳只不过是 帮助一些投资的人士 还有有些真的 你说要招离民再回来 那些都要买楼 梁志堅又说 经过三年疫情之后 目前楼市表现一般 估计整体市道 要去到九月 才会明显转好 看到近期投地 出现楼标 或者低价批地的情况 梁志堅认为 发展相对于地价敏感 反映市况不好 相信未来卖地市场 仍会以住宅用地 较受欢迎 另外 政府第一次 在卖地计划中 要求发展商 预留单位 做青年宿舍 梁志堅认为 是好的开始 不会影响地产商 做生意 也可以照顾民生 相信政府 会权衡利弊 无线电视记者 路配音报道 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 现行针对楼市的措施 仍然适用 有关于现行政府针对楼市的一些措施 财政司司长也多次说过 目前评估过 这些措施仍然适用 沙沙国际上季营业额 按年反弹三成 截至今年3月底子的第四季度 沙沙营业额 录得大约十亿 已经恢复至疫情前大约五成四 当中受为内地旅客重返港澳 港澳地区升幅最多 按年升六成 其次是马来西亚 线上和内地业务就下跌 期内同店销售按年升近六成 每中交易平均金额升近两成 交易中数页都升三成三 集团预计 内地旅客将会稳步回升 并持续对本港业务产生正面影响 未来延长店铺的营业时间 更新产品组合 跌配前线人手部署和存货 以满足旅客回归带来的上升需求 截至3月底 集团港澳店铺数目 按年减少六间 去到79间 华尔街已经开始 太太美股最新表现 到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33,927点跌59点 标准普叶500指数 4,167点升15点 纳杂故事 梁敦富士100指数升22点 巴黎克指数升51点 德国DEX指数升113点 转体下 政府原本建议在元朗石岗 兴建有基资源回收中心第三期 集中处理全域 环境及生态局最新说选资不适合 并认为有更具成本效益 和占地较少的技术 可以处理厨余 垃圾征费即将实施 如果想付少些钱 就要由方方面面想办法 包括将厨余回收 政府在2017年的文件 建议在元朗石岗 兴建有基资源回收中心第三期 即是O Park 3 处理厨余 不过环境及生态局 最新提交立法会的文件说 石岗这块地不适合 发展游基资源回收中心 又说目前大部污水厂 使用的厨余污泥 一起处理厨余和污水 O Park 1的设计 本身只是处理厨余 它不会处理污泥 但现在在污水处理厂的 这个新系统 它设计上是处理污泥 不过它加装了设备之后 可以同时间处理污泥之余 处理厨余 两种同类型的废物 一同处理 他说实行起来 就是在无氧气的情况下 被社群分解厨余漿和污水漿 又认为如果污水处理厂 可以处理到本地产生的厨余 欢迎政府大幅采用 并且取代原本计划 兴建的O Park 3 无氤电视记者乃君裔报道 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 将会访问菲律宾 菲律宾外家博说 秦刚星期五开始 一年三日到访当地 将会和菲律宾外长马纳罗会面 商讨南海等共同关心的区域安全议题 包括落实两国元首 一月就南海问题达成的共识 以及上个月中非雙边会谈的成果 今次会是秦刚去年10月 春任外长以来第一次访问当地 正值菲律宾早前宣布 开放接近台湾的军事基地给美国使用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王溪连早前批评 菲方这样只会火上添油 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 菲方就说 无意干涉台海事务 或者容许其他国家借菲律宾插手降雨 连日冲突的苏丹政府军和伴军 据报同意停火24小时 苏丹首都黑土木市中心星期二发生过猛烈爆炸 阿拉伯宇传媒报导 苏丹政府官同伴军快速支援部队同意 当地星期二刚才6点开始停火24小时 双方冲突上星期六开始转出激烈 联合国指 年日来增至最少185人死亡 超过1,800人受伤 阿盟驻当地大使和一支美国外交人员车队也遇集 快速支援部队早前说同意停火24小时 被平民和受伤的人撤走 又拍评政府军没有兑现承诺 政府军一道指 对于停火不知情 其后会参与停火 夏宝龙结束香港6日考察下午离开 最后一日活动围绕教育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最后一日在香港考察 聚焦教育范畴 先后到访港大和中小学 夏宝龙6日以来都没有向传媒讲话 行政长官李家超总结的时候就说 夏宝龙对香港未来充满信心 先看看夏宝龙今天的行程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最后一日在香港的行程 第一站先去到港大 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校长张祥等陪同 参观图书馆和工程学院 又了解大学的发展蓝图 之后在港大校长余所五宴 今次是继2011年 市任国务院副总理李一强之后 再有中央领导人到访港大 有港大的内地生化感到荣幸 可以看出国家对于我们目前教育体系的一个 非常重视 然后我觉得因为港大现在也其实非常配合 就是各个政策这些 然后我觉得应该以后会合作会更加密切一些 如果有机会可以去了解一下公屋 或者说是比较低层人民的生活环境 更能体现出大多数人的一个真实生活水平 夏宝龙下午去到柴湾中华基金中学 再去到洪瀚湾码头冲官纳小学 在两间学校各逗留了大概一个小时 之后就去到机场启程回北京 政务市市长陈国基代表特区政府崇基 夏宝龙这六天曾经多次落区 通过地区人士饮早茶 了解过本港的医疗设施 城市规划和创科发展 有同司法界、政界、立法会议员 财金界、乡议局和商会代表等会面 焦点之一是出席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的开幕礼 提醒香港社会要警惕反中乱港活动 又说游行不是表达利益诉求的唯一方式 这个亦都是夏宝龙今次在香港考察 唯一一次公开讲话 夏宝龙以往曾经提到 期望去到2049年香港能够告别劏房和龙屋 但今次行政他未有探访劏房户 或者去到公屋屋邨的公开活动 无线电视机就是中策期报道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提出六个伤信 包括司法界可以担起维护香港法治 和国家安全使命 又说夏宝龙提醒不能忘记 港版颜色革命所带来的伤害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香港六日 特首李家超几乎全程陪着他 他在总结的时候说 行程反映了中央对香港的关心和重视 也有与市民亲切交流 李家超说夏宝龙多次提到 对香港未来充满信心提出六个伤信 相信特区政府及管治团队 一定能够担起治理香港的主体责任 相信爱国爱港力量一定会全心全意 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相信司法界一定能够担起维护国家安全 捍卫香港法治的使命 相信香港是孕育机遇和财富的热讨和天堂 繁明稳定的香港对大家最有利 相信香港是居民共同家园 每个人都会为维护香港的和谐稳定 出一分力作一分贡献 相信青年必将担起对家庭 对香港对国家的责任 都很容易被人骑劫的 而香港亦都的确是乱不起 不应该乱亦都乱不起 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 必然会有法必依 执法必然 严厉打击 我是希望在今年内完成23条立法的工作 最迟在下年完成 夏宝龙在香港期间 没有探访务房户 参观公共屋邨 或者和地产建设商会代表见面 被问到是否反映中央 不满意特区的房屋政策 李嘉超就说是因为时间限制 行程也有视察规划发展的相关行目 我们要共同努力 决心走在其他城市的前列 要利用好所有机遇 为香港人住得更好 住得更大 工作得更好 我们要打破土地房屋的樽颈 敢于打破要建立自信 共同建立一个厄立世界 令大家都引以为傲的香港 他又说夏宝龙充分肯定 今届特区政府 上任9个多月以来的工作 免励政府团队继续努力 未来或者会再到香港考察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卓希报道 香港和内地恢复通关以来 一直有不少人未能赶及换领 或者申领回乡证 民建联建议 将现有证件有效期延长搬电 以便方便市民及早到内地 在九龙湾这间回乡证办证中心 近期几乎每天都坐满人 有市民说早在2月已预约申请 本来是心急想去 但现在又急不来了 事件过去了 应该可能有太多人一次过程 所以他那个时间和你禁止的时候 拌好久拌完又断线 我过了其成年 其实不心急 但也没有预计原来要等那么久 我们下午查询网上预约情况 五间办证中心去到8月16日的丑都派了 没有位可预约 要再等一天开放接着一天的丑 有市民复活至假期开始就帮17岁的儿子预约 拿剩下回内地探爸爸 直至前一晚才成功 一个星期和来近几天 都一直在关注手机、电脑和手机 很复杂的事 你一收到工回来 他就在想这件事 我儿子又说死了 我都没回去过这么多年 我爸爸都不知道我现在生成什么样 民建联建议将现在回乡症有限期延长半年 减轻换性的压力 让到有半年的时间 让回乡症职压这个事情可以有效处理 疫情防疫措施放宽得比较急、比较快 短时间累积了大量未换回乡症的朋友 很希望在这段时间换回乡症 而回到内地做各种事情 包括上班、上学、探亲 甚至是家属过身等等 曾经担任保安局局长的黎栋国认为 如果解决到技术问题 欢迎更多利民措施 有时所有内地的口岸 他们全部都已经电脑化 因此如果要将一些过期无效的证件 可以接受的话 就变成他们在这方面 是需要作出某种程度的改动 他认为当前最重要是中类社加派人手处理 无线电视记者利游昆布道 卫生防护中心说 本地新冠病毒病活药程度上升 呼吁市民提高警觉 出现轻微呼吸度感染的病征 都应该配戴口罩和尽早求诊 当局说 今个月头一个星期 化验所检测新冠病毒阳性数目 社区检测采样阳性比率 污水监测病毒数量 以及定点普通方门诊 及私家医生监测等 对比前一星期都呈现上升的趋势 另外 流感整体活跃程度再进一步上升 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 和医管局收集的呼吸道样本中 季节性流感病毒阳性百分比 从3月头一个星期少于百分之一 升至截至今个月8日的一星期的近一成四 审断为流感而入院的比率也持续上升 尤其是12岁以下儿童 及50岁或以上的人士 当局强调 流感和新冠可能同时传播 呼吁要打齐相关疫苗 香港杰出运动员选举揭中 张家朗和何思培 连续两届获颁最高荣誉的声中致盛 张家朗 去年荣灯花剑细一宝座的张家朗 何思培 座勇多项本地纪录的女飞鱼何思培 连续两届获颁最高荣誉 圣中之声的树荣 觉得好像意义更大 因为其实在奥运之后 比赛或者自己的发挥 其实都是相对上比较飘忽 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 希望可以继续努力 做我的教练和做我的队友 其实是很辛苦 因为我的要求很高 所以我对他们的要求也很高 但是他们也很尽力 也很尽力去帮助我 达到我自己想 我自己的目标 我想一句多谢也是解释不到 另外八名杰出运动员 同样男女子各伴 四眼Q后 吴安怡十次当选 压过了李慧斯 成为现役运动员之序 另一桌球代表 两届杰青运动员张家伟 两项网球青少年大满冠 南商得主黄泽霖 都是第一次当选 江文慧 重劍亚錦赛冠军江文慧 就连赢四届 残疾人羽毛球代表 朱文佳第二次得奖 恭喜何正轻 年仅14岁的何正轻 为武术队双隔一届再获奖 而空手道代表刘慕尚 硬地滚球好手何远旗 出外比赛面行亲身领奖 最佳运动组合的得奖者 由三支女队包办 分别是重劍队 壁球队 还有智障人士体育 乒乓女商队 男子七男就连续四届 赢得最佳运动队伍 《无线年事》记者陈嘉进步 休息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看看现在美股的表现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报33,880点跌106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 报4,155点升3点 欧洲股市三大指数全线上升 伦敦富士100指数升27点 巴黎克指数升44点 德国德斯指数升95点 其他消息 港铁东冲线延线工程下个月动工 预计2029年进工 由立法会议员关注 东冲东新发展区 明年已有居民入伙 新站可否加快兴建 东冲线日后会在东冲和欣澳站之间 加设东冲东站 亦会由东冲再伸延至近日 东商场对开的地底 建东冲西站 当局预计在2029年进工 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租讨论时 多名议员关注可否压缩兴建年期 我想问是否港铁告诉你 要用多长时间 其实你们就会接受 是多长时间 因为我发觉沙中线之后 很多工程 无论是东冲也好 洪水桥站也好 甚至是北横线多 那个员工的时间 真的拉得长一长 东冲东田海算是顺利的 都应该是如计画一样 明年就应该有第一批居民 当时的承诺应该是明年 就会有这个站台 但现在是2029年 所以为什么说是优秀的呢 你如何跟市民交代这件事 在东冲东站 因为它在一个原有的两个铁路站之间 加一个站 其实以前都没有试过 在东冲西也有一个限制 就是它的工地出入 是比较难去得到 附近都有一些高楼大厦 都要做一些很好的保护措施 所以影响到工期 所以我们都详细看过 亦都想一些方法 如何可以加快 有议员就建议 东冲站提早收车 加快工程 如果譬如说可以早两个小时 去到一路就停了 我相信你多两个小时 玩手你这个东冲东站 可以早过2029 我们都会和港币公司 看看有没有一个可能性 但是因为这个 这个东冲线 其实在现在是对东冲的居民 都挺重要的 因为难点去找其他替代路线 港铁最新估算工程开支 大约是195亿 当局按铁路加物业的发展协议 批出大约值183.6亿的地皮 给港铁作为补贴 当局强调即使是工程超支 都要由港铁自行承担 无线电视记者吴嘉軒不道 一个货船工人在大鱼山 对开海面工作期间 被多块钓运中跌下来的木条 击中头部之后不治 57岁工人由飞行服务队直升机 送去东区医院救治 之后证实死亡 死因有待验尸确定 下周近5点 试发的船在大鱼山和青衣之间的半山石 对开吊运木块的时候 多致长大约3尺 阔和厚2寸半的木条 怀疑松脱掉落 击中涉事工人的头 AI 聊天机械人 Chat GPT 兴起 前私隐尊员黄继尔 出席明珠台节目 《清深直说》的时候 说Chat GPT 涉及收集个人资料 需要订立相关法规 《清深直说》 在欧洲 几个国家 开始了以Italy 都禁止了 使用了 Chat GPT 直至 使用 data 用来训练 机械人 接触了 规则 尤其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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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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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 定立 道德标准 王继尔相信 政府正是努力 定立新法例 在应用人工智能之下 保障个人资料 他又说 相关部门 几年前曾经研究 就人工智能 定立道德标准 王继尔相信 就人工智能 定立道德标准 俄罗斯总统普京 到访俄军控制的 乌克兰 克尔重 和劳金斯克地区 而到访巴西的 俄罗斯外长 拉夫罗夫 就表示 希望乌克兰冲突 尽快结束 俄罗斯总统普京 星期一到 乌克兰南部 被俄军控制的 克尔重地区 迪涅北河部队组织 总部大楼视察 和指挥官开会 以及听取报告 他随后到 有东部劳金斯克地区的 东方国家护卫队总部 视察 普京今次视察 正值七大工业国外长会议 譴责俄罗斯计划 在鄰国白俄部署 战术核武 俄方之前说 是北约扩张 迫近俄罗斯边境 迫使俄方进行有关部署 正在巴西访问的俄罗斯外长 拉夫罗夫 星期一和巴西外长维埃拉会面 他多谢巴西自力调解乌克兰冲突 希望乌克兰冲突尽快结束 维埃拉重新巴方立场 支持立即停火 谈判永久和平 拉夫罗夫也和巴西总统劳拉会面 赞赏罗拉的和平对话唱语 并且邀请他到俄罗斯访问 罗拉早前访华时曾建议 组建包括中国和巴西的小组 或船俄乌冲突 其后又呼吁西方国家 停止为战争提供武器 暗示有关国家 透过援助乌克兰鼓动战争 惹离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满 说巴西失去中立立场 对美国忘恩负义 有分析说 拉夫罗夫今次到访 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美国对罗拉政府的不满 无线电视记者陈慧珊报道